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守候在江口的将士们听到了螺谷的声音 就开始欢呼了 官女的小女儿官儿童言童语的说爹爹好厉害 打遍天下无敌手 胡锦丁担心万一养成这种自大的个性 以后一定会吃苦的 小官儿不知道妈妈生气的 还说个不停 胡锦丁一步一步的走向官儿 准备要修理她了 官儿撒娇的躲在官女的怀里不肯下来 官女拿她没办法 只好硬塞给官平了 然后自己向着胡锦丁先走了 官平想走也走不了 小官儿紧紧抱在官平的怀里 说还是官平哥哥对我最好了 官平哥哥捏捏小官儿的小脸蛋说 好吧 哥哥陪你听故事 将士们包围着周昌 大家都想听官女弹刀赴约的故事 周昌说 官女先转移话题 跟卤术聊一些江水偷偷的古文诗集 还说今天好不容易跟好朋友见了面 不要谈论国家大事了 鲁树都快急事了 好几次想要插话都失败 看到鲁树滑稽又无奈的表情 周昌站在后面都快笑死了 三分钟聊官女 我们下次见面